赣州是千里赣江的第一城 它三面环水一守南宫 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2年春 赣南十七个县有十六个县被红军占领 只剩下赣州一个孤岛 根据部署 攻打赣州的主作战军总指挥为彭德怀 国战军总指挥为陈毅 由江西军区各独立师和地方武装组成 归缩在城内的是国民党十二师三十四旅 旅长马坤 城内有三千余人的士兵 加上升留的逃亡民团 兵力在一万三千人以上 1932年2月4号 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 红军包围了赣州 这本赣州文史收录了一篇 回忆红军两次围攻赣州古城 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著名赣州文史研究专家谢宗瑶 谢宗瑶当时是省赣州的一名学生 就住在城内大兴开路的谢宗瑶 呼闻红军将临城下 欲围攻赣州城 市民十分惶恐 城门兼闭不得出入 在赣州城外 红军对国民党守军进行强大政治攻势 在房子上写满了标语 夺取赣州 活捉马昆 只杀马昆 不杀守城官兵 城内的马昆听闻 惶惶不可终日 他说 从战斗的形势看来 被缴械投降 很有可能 随着新年越来越近 城内的气氛 也是越来越紧张 今天是除夕日 县府严令各家不准放鞭炮 只能点香明竹 探得红军前锋部队 直抵城墙脚下不远处 利用城外民房做隐蔽 1932年2月13号晚 红军攻打赣州的战斗打响了 彭德怀命令 红西军主攻东门 红二师主攻南门 红一师主攻西门 第一次攻城 红军以十人为一组 架设云梯 试图爬墙 但遭受猛烈炮火阻击 不得不暂时撤退 这是一张早已发黄 却又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照片 照片上的盲人呢 正用一根管子 认真的倾听盗埋的酒坛 他的脚边上呢 还放着一个取暖用的火龙 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 当年红军攻打赣州城时的首成照片 国民党的三万援军 从穗川来到赣州的北郊 集结在赤珠岭 2月29号 敌人的援军 抢搭北门浮桥 准备进城 3月15号左右 他就开始架设佛桥 偷渡进城 冯军曾经想 烧毁他的架设佛桥 但是又被捏锋锁住 没有射线 更重要的是 马坤又在预估台这个制高点上 张江边上架起了一座小杆炮 整地 他就在那里阻击 在那里开炮 这时 红军一面顽强打击援军 一面加紧攻城 早上六十许 东门内城被陷 红军城市铺入 所选赶死队用机关枪数十厅 薄壳枪摆鱼支 军和有手榴弹 步枪 蜂拥进攻 1932年3月4号 扶晓 红七军用三个装满炸药的棺材 炸开了东门外城郊门 及左右两侧城墙二十多米 炸死敌军营长李子林等两百多人 但因为两个叛徒告密 马坤一夜之间就在离内城五十米处 用沙包筑起了第二道新的城墙 据马坤回忆 我为了完成我死守干州的任务 不择手段 不顾百姓反对 将东门内的整条铁匠街的房屋 全部拆毁 并强命军民 每户送一个沙包 当时 干州所有铺子的棉布 几乎被买光 有的因无钱买布或买不到布 就用裤子扎沙包送到阵地 这天是1932年3月7号 是干州战役的最后一天 仗打了33天 国民党守军变手围攻 和援军内外夹击红军 这个66团 65团 偷渡出来以后 在叛徒带领下 直接正奔红叶石的石指飞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红叶石很开首脑机关 就被打乱 打乱之后 侯中英为了指飞部队 就跳出机器找部队 黄克城赛领部队就迅速撤离 撤离时候 就经过飞机场这一带 又和南面冲过了敌人遭遇 在东门外战场 国民党守军出城向东外天竹山 至白云山一线的红军阵地冲击 双方拉锯战二十余次 直到3月7号下午二时 红军工程部队仍被敌人死死咬住 撤不下来 优备全歼的危险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攻城红军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不仅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 还造成红军伤亡三千余人被迫撤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